那這個這個中則很奇怪 為什麼吳子嘉說了之後 後來又反悔了 又說是柯文哲那個亂放消息給他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跟大家講這更戲劇化 吳子嘉自己還是在節目上面講說 他被柯文哲給賣了 為什麼被柯文哲給賣了 他說他說柯文哲 本來是他還 吳子嘉說 他還還扣映跟柯文哲確認 結果隔天柯文哲傳了個簡訊給他 然後傳簡訊跟他說他記錯了 然後這件事情之所以無理頭是 因為再來奇怪 柯文哲不是講說他這件事只有跟黃偉漢講而已嗎 那為什麼事後這個簡訊是發 不是發給黃偉漢是發給吳子嘉 這很奇怪嘛 就是你是跟黃偉漢報的料 那再怎麼樣你澄清 你也是跟黃偉漢澄清 你怎麼到最後澄清反而是跟吳子嘉澄清 發簡訊跟他講 吳子嘉我第一次看到吳子嘉 這麼快認錯的 吳子嘉生氣 吳子嘉認錯的原因是因為有人要告他了 告沈慧紅 可是以前人家要告吳子嘉 吳子嘉的個性是什麼 吳子嘉的個性也沒那麼快認錯的 各位吳子嘉之前面對 面對沈慧紅一開始的反應是什麼 一開始的態度是你來告 最好你來告我 吳子嘉一開始態度是這樣 結果沒有沒有想到說 他這麼快就認錯 然後不但認錯 而且這件事情坦白說 這個讓沈慧紅撿到槍 你知道嗎 而且撿到這把這把槍 我說實話 蔣萬安自己還要跳到這裡面來 這是我覺得最莫名其妙的 今天蔣萬安有幫吳子嘉講話 對 這就是我覺得最莫名其妙的 因為整件事情 我們講完之後 大家都理得很清楚 今天就是一個人才 然後被柯文哲挖了好幾年 沒挖到 然後跟人家爆料說 他是去求官 烏龍爆料 被發現是造謠 造謠完之後 當事人自己都撐起來 我說吳子嘉 結果這個這個蔣萬安 竟然可以去幫這個吳子嘉講話 這讓我覺得 還說國家機器 他今天是講吳子嘉的傳票 蔣萬安說是國家機器動起來 就是你現在想看 因為沈慧紅 因為各位要先講清楚 吳子嘉自己要求 沈慧紅提告 這種要求是吳子嘉提出來的 吳子嘉說 你沈慧紅有膽量 你來告我對不對 我還不怕你告 這是吳子嘉一開始的態度 然後沈慧紅真的告了 沈慧紅告了之後 你們兩個人的反應 第一個吳子嘉反應是說 哪有辦的速度這麼快的 憑像其他案子速度也那麼快 你有沒有看人家耍無賴 可以耍到這種程度 然後蔣萬安的態度 竟然是說 也跟著在這邊講國家機器動起來 拜託一下受傷害 被打擊的人是誰 是沈慧紅 提告的為了捍衛民意 提告的是沈慧紅 結果跟著蔣萬安 跟著跳下去 在瞎起舞 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但是我後來看了我就懂了 因為下一場看起來 要跟吳子嘉合體 他在節目上面露出的 就是三個字 蔣萬安 好 這個是精彩絕倫吧 這個請教朗東 昨天我聽了名譽私下說 就是吳子嘉要訪問 黃珊珊跟蔣萬安 對不對 所以他們前面還有一個民調鋪陳 但是不管怎樣 吳子嘉幫柯文哲跟高鴻安打 那個沈慧紅 最後的結局是沈慧紅的民調衝到第二名 三角堵的時候第二名其實在選前四十天是最安全的 因為他有希望 然後又不會被棄保對不對 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算術 那你怎麼看 蔣萬安這次跳出來 去幫沈慧紅罵這個國家機器 那他家的林根仁呢 對 照理來講 跳出來講的應該是黃珊珊 要去幫高鴻安講話 怎麼會是跑來是蔣萬安 蔣萬安照理講應該是幫林根仁 所以最近大家都覺得林根仁很可憐 還說什麼他弄一個什麼 減壓紓壓的一個政策 好像在賣T恤的一樣 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就是一個存在感非常低的一個 新竹市的一個候選人 那尤其是林傳媒那個民調 他還有個細項 這個細項呢 就是這個細項是那個看板沒有的 他講到說國民黨傾向的人 有二十趴的會去投給高鴻安 然後有七十五 八會繼續投給林根仁 但是民眾黨的九十六趴 全部都會投給高鴻安 意思是什麼 這個對於這個藍白河的過程當中 是對白有利的 因為國民黨的支持者 會被吸到高鴻安那邊 可是民眾黨支持者很死中 完全沒有被吸到 那是高鴻安 目前他整個民調上面的話 好像對有優勢 是因為新竹有很多所謂選人不選黨 就是一些中間游離票 他將近拿四十三趴左右 但是這些票相對來說 也是投票率比較低的族群 很有可能會變成像是去年底的 那個所謂的四公投一樣 最後民調這個跟最後的結果落差很大 因為會轉變成所謂這個藍綠對決的 這個絕面 但是這個事情 我覺得吳子恰他為什麼認錯是他很快就意識到 這個要告一定告得成 那本來就是造謠 時間點就是講錯的 那他一告下去之後 就像一個串種子一樣 哇一拉起來發現黃偉和吳子江 柯文哲根本就是一個鐵三角 如果不是要去提告的話 沈慧龍就一直會被說 他是一個貝骨仔 他其實忠誠度不高幹嘛 這個網軍就一直操作到選舉結束 都沒辦法澄清 是因為要透過司法才有辦法提告 那講完還去說什麼 哇這個檢調啊 這個發的這個傳票速度太快幹嘛 其實這檢調不管是什麼時候傳 他都可以講啦 太晚傳就說到故意拖到選舉後製造疑雲 然後太早又說什麼要早早爭辦 重點是說這到底誰造謠的 就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現在就跳出來 這個在十月九號的時候就說 他其實個性適合當行政院長而不是總統 為什麼他要去講這個 因為他真的被告起訴被判刑之後他總統不能選 不能當候參選人 真的還假的 真的因為胡子佳你講得很清楚了 是柯文哲跟他講的 意圖使人不當選 對 意圖使人不當選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人不當選 這麼大會罪啊 所以柯文哲才要瞎拜說 他是什麼在小便講錯還幹嘛 但是我認為啦 這個檢調跟法官不會直接採信 因為那個現場當中 柯文哲那就是高宏安民眾黨的場子 柯文哲是第一時間知道 而且在還沒提告之前 他還說那個是柯總召獎 要去推給柯建民 所以說他根本是有意識的 故意搞錯這個資訊在造謠 這件事情是可以好好觀察下去的 對 所以如果檢調認真地把收證收下去 柯文哲是會被坐牢的 這不是開玩笑 他會被赤朵公權 然後國家機器又會變成他的攻擊對象 不管怎樣 我們今天最後這一段時間 仍然要談這個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計劃 就是經濟學人 經濟學人是很嚴謹的雜誌 他如果寫出來一個東西 我覺得是可以參考的 他現在是說 這個中國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治台計劃 習近平他連任成功的 16號登場 能夠繼續擔任國家主席之後 他在台北帶領勝利遊行 他可以擁有資格進入中國不朽統治者的萬神殿 天哪他如果到台北勝利遊行的話 我們還活著嗎 對這個當然對所有的人 不光是我們 這兩千三百萬人都是一場災難 那這個經濟學人實際上講了三個意思 第一層意思就是說 大家不要低估習近平動用武力的決心 而且很明確地指出他之所以要動用武力 就是為了他個人在歷史上留取功名 進入所謂中國統治者的不朽的神殿 這是他完全是為了他個人的野心 那第二一個 他借用的是一個民族主義的藉口 他完全是為了制造 對內製造一個民族主義的藉口 對外來推行他霸權主義的目的 這樣是第二一個 講得很清楚 那第三一個 他這樣做不光對台灣是一個災難 而且將來這個對於美國 對於整個亞太的安全次序 都是一個災難 那當然對於台灣來說 我們當然看到2019年的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和這之後的國安法的鎮壓 有多少人被關進去 多少人被迫移民 有多少人這個無緣無故的死亡 那這個台灣的話 我們也知道 這個中國的外交官 戰狼外交官已經在國際場合 好幾次公開的講 要對台灣人進行再教育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再教育是什麼意思 現在在新疆的維吾爾族的人被再教育 這個是血淋淋的事實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清楚 這個習近平對台灣的武統 會對台灣人民帶來一個巨大的災難 但是在台北帶領勝利遊行 好像是第一次出現吧 這個字眼以前有出現過嗎 這個是經濟學人自己的一個描述 他的評估 對 他的評估了 但是這也是新聞媒體上 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場景嘛 對不對